台积电的除息行情已经走了两个交易日 仍然呈现贴息0.5元的窘境 引发外界对半导体多头的疑虑 今天就要开发说会了 董事长张忠谋除了要预测第三季的营运展望 外资圈更加期待可以释出关于苹果A9订单的好消息 被外界赋予高度寄望的台积电除息行情 走了两个交易日之后 还需呈现贴息0.5元的窘状 也引发外界对半导体多头的疑虑 台积电今天举行第二季法说会 外资圈将聚焦苹果明年推出的A9处理器订单花落谁家 德式证券指出苹果A9如果采用台积电低成本20奈米技术 台积电明年渴望100%通吃苹果A9的订单 野村证券则认为尽管9个月前就已经评估 三星将透过14奈米技术拿下A9订单 打破台积电在A8的独占局面 但市场对此议题看法依旧非常分歧 我们一开始进行10奈米技术的开发 并且计划与民国104年资产 民国105年量产 现阶段国际机构投资人对科技股仍然展现高度兴趣 巴克莱半导体首席分析师陆行之就指出 尽管第四季中到明年第一季出的库存 跟产能利用率调整等等淡季的效应 但从未来12个月来看 半导体的多头走势还没结束 近期股价已经创十年新高的全球半导体巨波Intel 公布第二季获利28亿美元 每股55美分 由于分析师预估的52美分 营收为138亿美元 也优于市场预期 这暗示过去个人电脑持续萎缩的窘境已经改善 Intel也表示全年营收将成长5% 而盘后交易股价是上涨超过4% 东台新闻综合报道